政治职业生涯主要冠军数量达到了21个 分别是十个中超冠军 三个超级杯冠军 三个足鞋杯冠军 两次亚冠冠军 一个中甲冠军 一个苏超冠军 一个东亚杯冠军 范志毅之后第二个拿到亚洲足球先生的球员 政治是中国足坛最后一个大佬 大家都在畅想他退役那天 广州队会以怎样浓重的礼仪为其送别 就像巴萨球迷此前都在设想 未来诺堪普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传奇美西告别 现实是一本残酷的书 政治很遗憾没有终老广州队 19年亚洲杯国足出局 再后他哭泣的向球迷告别 这是一种有声的悲壮 如今他在广州队的结局 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凄凉 他已经明确告别广州队高层 新赛季不会在带领球队征战中超 那么政治会去哪里呢 一种可能性是以助教身份继续辅佐李孝鹏 毕竟当年他们在山东泰山就是铁哥们 2005年政治转会山东 李孝鹏亲自去机场接他 可见两人的关系 如果接下来李孝鹏继续担任国足主帅 只要政治愿意 李孝鹏也肯定愿意再次提携老弟一把 没有职业教练是政治目前执教最大的阻碍 他或许可以像李金宇他们一样 先从俱乐部管理层起步 考取职业级教练证后再次走向台前 如今的政治没有了当年李铁赛 李孝鹏和斯科拉里名帅学习的机会 但上赛季短暂的带队生涯 还是看到了政治在掌控球队的能力 或许在国足结束式预赛后 政治会向大众公布它的具象 不管是选择结束球员时代 正式开启职业生涯下半场 还是以另外的方式继续足球时光 它都是过去十余年时间 中国足球最不能忽略的人物之一